嗨 我是肥龙 今天要介绍的游戏是百年对峙 如果你喜欢学习桌上游戏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新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并按下小铃铛哦 百年对峙是一款硬派的两人战争游戏 玩家双方将扮演英国与法国 在第二次的英法百年战争中征权夺利 究竟是遵照死时大不列颠获得胜利 亦或者是推翻逆境来个法国称霸呢 就让我们带你进入 在玩家设置的部分 每一位玩家拿取自己的玩家面板 拿取玩家专属的所有的凤事牌 战争板块还有军舰板块 拿取1-4号的行动标记 法国额外拿取画面上这个特权板块 原因等等会说明 接着我们看到中央的设置 将版图放到中央 可以看到分成了4个大区域 分别为欧洲、印度、北美和加勒比海 有些区域会再用白线再分隔成两个小区 所有蓝色点放上蓝色旗帜 红色点放上红色旗帜 其中因为阿尔钢坤一开始就被法国占领 所以这个地方的特权板块会被法国拿走 就是刚刚在设置方面拿的板块 至于特权板块能干嘛 等等会介绍到 其余的每个五角形区域放置对应的特权板块 军岗放置两艘红色的军舰 也就是英国的军舰 以及一艘蓝色的军舰 也就是法国的军舰 将设立点数放在15的位置 每位玩家举债上限放在6 举债和条约点数标记放在0 在模拟器上面另外有面板帮你记录这件事情 所以不用放置在分数那边 之后看到左下角 将轮次标记放在1的位置上 起始决定标记由法国面朝上 再来看到四件牌的部分 请根据左边分成白、绿、紫 三个颜色分成三堆 白色面朝下洗混之后 其余这些面朝上放在旁边就可以了 最后看到战争面板的设置 将第一场战争 也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站拿出来 美区随机面朝下 放置自己一个基础的战争板块 就是背面没有WSS的战争板块 放完之后 玩家可以查看自己放的板块素质与能力 在中欧区 法国随机抽出一片升级战争板块 也就是有WSS的 面朝下放到该区 放置后可以查看 剩余的双方升级战争板块 背面有WSS字母放在附近 其余背面其他英文的战争板块 适用于对应的战争 但其实整个游戏都用WSS也可以正常游玩 所以玩家可以自行决定 是否移除剩余的战争板块 此影片为了方便解说 仅采用WSS板块 剩余没讲到的指示物 哪边就是胜利者 第二个是经济胜利 基本上就是垄断了世界上的物资 与经济就会获得胜利 第三个是军事压制 在任意一场的战争中 某一方该战役的四个战场完全胜利 所谓的完全胜利后面会解释 那该国就会立刻获得胜利 游戏目的讲完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游戏的时代 游戏分为和平时代就是方形的 与战争时代倒三角形的 其实玩家主要的策略决策都在和平时代 战争时代可以视为一种结算的步骤 因此我们先概略讲一下和平时代的骨干 每次和平时代这边都会有九个方片 这种紫色边边的叫做投资板块 能够执行的行动写于玩家版图的右下角 主要有三种 其实透过形状就可以知道 例如你在地图上看到一个菱形 那么要对这个点做事情 你就必须要用到外交 也就是菱形的投资板块 当然这是一种很概略的说法 详细的后面都会慢慢讲到 但玩家一定要先记得这件事情 和平时期其实就是 双方轮流选择一个投资板块 都选完四片之后 最后一片气掉 之后就推进这个轮次轨又推一格 若来到战争时期就会结算一次战争 若一直没有人强制结束游戏 游戏也将会在第六次的和平时期结束 最后强调一下 可以看到和平时期也有分成白、绿、紫三个颜色 这些颜色非常重要 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各个时期的颜色 知道整个游戏的骨干之后 下面先解释一些名词 因为这游戏的名词实在太多 不先解释根本看不懂 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个名词解说的环节 游戏结束的条件之一 类似双方在拔河 若英国获得则会向左 法国获得则会向右 黑色的实线代表两点之间的相连的线 黑色的虚线 这种线叫做征服线 主要是战争时期可以用于进攻的路线 接着游戏中有三种的特殊点数 这种特殊点数会有不同的用法 第一个是债务点数 被称为万用点数 能用的点数取决于举债上限 减掉现有债务 这叫做举债空间 每次将现有债务上升一格 则可以立刻获得一点万用点数 可用于该次的行动中 现有债务不得超过举债上限 若被迫超过 可能因为对方的效果 而对方会立刻获得一点胜利点数 第二种是条约点数 这也是万用点数 但拿法不太一样 第三种特殊点数是征服点数 可以透过战斗来获得 这种点数的额外用处 是可以夺取对手的领土 也就是方形的地方 下面讲到投资板块 是玩家要拿取并执行行动的物件 接下来讲到地点的属性 一个地点可能有包含多个属性 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首先可以看到形状 如果它是一个方形的 代表这个是一个领土 领土是游戏中一手难攻的地方 几乎只能透过战争的方式来掠夺 政治零行的 上面的数字代表要花多少的外交 也就是零行的行动点数 才能在此放置旗帜 贸易元行的上面的数字代表要花多少经济点数 也就是元行的点数 才能在此放置旗帜 这种点主要用于争夺贸易 贸易总会给玩家不少的好处 下面是军事六角形的 上面的数字代表要花多少的军事点数 也就是六角形的点数 才能在此做事情 其中六角形的有传矛 识点是不需要放置旗帜的 而是要放置自己的军舰 花费的数值也不是固定的 这个在后面都会介绍 最后是特权点 一个五角形的点 该点不能放置旗帜 而且该点在游戏起始时 都会有一个特权方片 取得方片的方式 使该点连线到的所有的点 都为同一个玩家的旗帜 则该玩家便可以拿取这个特权方片 取得后下一个行动开始便可以使用 每个特权板块 每人可以用一次 用完之后放置好用标记在上面 若该点格子附近不诠释同一个玩家的旗帜 则该特权方片立刻退还回该点 退还时若有好用标记 会连同好用标记一起退还上去 再来看到一个点的外框 如果是一个绿色外框 代表它是一个威望的格子 识点代表着有世界的话语权 再来是这些外框可能会有一些黑色的点点 这是战役 算是一种游戏的提示 代表这个点会参与某场战役 例如此点的话就会参与第一与第三场战役 而一个地点甚至有可能包含多个菱形 有些也有些背景色 这代表着在这个时代前持续不会开放 例如绿色这个 在绿色时期前是不能放置任何东西的 再来是关于旗帜的部分 游戏中主要流程就是在点上放置旗帜 以便获得该点的贸易或是话语权等等 关于旗帜的行动有几个要先解释 将自己的旗帜放到一个未被控制的区域 将一个对手栏位上的旗帜退还给对手 改旗就是利其和侧旗两个选一个座 对于一个点直接执行侧旗加利其 也就是把他的旗帜翻面了 美国旗帜 这是一个特殊的旗帜 它不算是对手 且美国旗帜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移除 以上是百年对峙需要先解释的名词 有了这些概念之后 就可以开始进入详细流程的解说 在详细流程部分 在和平时期有13个阶段 看起来非常多 但其实很多都只是跑个流程 我们接下来慢慢说明这个部分 和平阶段中依序执行 主牌阶段 主牌阶段请在第三和第五个和平时期执行 会执行的原因是因为时期更动了 也就是从白色变成绿色 或从绿色变成紫色 在第三和第五个和平时期 请将绿色和紫色时代的事件卡 分别洗进事件排队 接着进入举债提升的部分 一样于时期更动的时候 来执行这个动作 就是第三和第五个和平时期 每个玩家将举债上限上升4点 之后进入奖励阶段 随机将四个奖励板块 放到四大区的奖励栏位 若有上市盖者的四个奖励板块 就直接将剩下的四个随机碟放上去 若八个奖励板块都已经用完了 这会发生在第三和第五个和平时期 也就是时代交接的时候 则将这八个全部拿回来重洗 再发四片上去 下面的步骤 我们会决定世界需求板块 每次都要重洗这六个需求板块 并翻出三个到需求板块对应的位置 这代表着这次和平时期 要争夺的贸易项目 接着是重置阶段 重置上一轮使用过的特权和奉势牌 将上面的耗用标记拿走 下面进入发牌阶段 投资板块 抽出九个投资板块 往到需求面板对应的位置 不够抽则洗混之后 继续抽便可 发四件牌 每位玩家抽三张四件牌 并至多保留三张在手上 革命时代 也就是紫色的时代 若抽到了白色时代 就是继承时代的牌的话 要立刻弃掉五抽 或者是在进入紫色时代时 请把四件牌拿起来 将白色牌先挑出来 这样也可以 发牌阶段结束后 进入凤士阶段 选择该时代的两张凤士牌 面朝下放到自己版图对应的区域 若该区域已有一张面朝下的牌 则可以对于该牌进行更换 若已经面朝上了 则不行 要注意凤士牌也有时代的需求 过时会自动弃掉 就算是盖着的也一样 这个需求写于左侧 请看颜色去区分 凤士阶段结束后 会进入顺位决定的阶段 胜利点数偏向哪一方 则另一方会有本轮游戏起始的决定权 他可以决定谁先起始 将这个决定起始的板块翻到对应的面 然后该玩家决定本轮由谁起始 若平手的话 则上一轮决定起始的玩家 继续决定起始是谁 继续阶段结束后 终于进入最重要的行动阶段 但因为行动阶段的行动有太多要讲 会先拉出去到后面的环节再进行解说 里面讲完之后就忘记游戏的脉络 若真的要先看 可以先到画面上的这个时间点 看完之后再挑回这里来继续看 先看整个行动阶段结束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行动阶段结束后会先削减条约 若玩家的条约点数大于4 则必须回到4 之后会进入一个剩余能力的发动阶段 双方若有结束时期时的效果 则在此执行 由本轮先手玩家先执行 接下来进入计分阶段 会根据地区进行计分 看每个大区玩家双方控制的数量 也就是旗帜加军舰 多者获得地区奖励 依照该奖励移动胜利点数 若该板块有提供条约点数 则获得的玩家会增加一点条约点数 也就是一种万用点数 板块可能会有要求最低的差距数值 例如2就必须比对手多两个旗帜 或是军舰或是混搭 才能获得这个地区奖励 地区计分完之后进入威望计分 整个地图控制最多威望格 也就是绿框的人 可以获得两点胜利分数 若美国独立战争后 且至少有一面美国国旗在地图上的话 则额外计算每周的威望格 威望计分完之后 最后是世界需求计分 根据要求面板上 由上而下逐列结算 仅结算有翻出来的世界需求板块的项目 看谁控制该世界需求物品较多 谁就获得该列右方显示的奖励 记得同一个物品 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奖励哦 计分阶段结束后 就会进入一个确认胜利的环节 若玩家在此阶段获得所有地区奖励 以及所有的世界需求奖励 则该玩家会立刻获胜 要注意世界需求 有些会让债务上升是负面的效果 若此时胜利分数小于等于0或大于等于30的话 则由英国或法国获得胜利 游戏会立刻结束 注意若某些阶段结算胜利分数的时候 是可以低于0或高于30的 这种情况下低于或高于生产时 请用英国或法国国旗来表示超过的数值便可 因为有可能会临时超过 但只要不是在本阶段判定胜利时 到达0或30 则游戏便不会马上结束 若无人胜利则推进17指示物 来到下一轮 6轮结束后 就会进入一个终局的计分 最后的加分项目有以下几个 控制最多威望栏位绿框的玩家 额外再加2分 举在空间每2点可以换成1分 这个分数上限最多是4分 每种商品的旗帜数量 比对手多的人加1点胜利分 每个玩家将自己的旗帜 放在对手初始领土的点上 每个加2点胜利分 综合完毕之后 看胜利点数偏向哪边则哪边胜利 若平手则双方举在空间大人获得胜利 再平手则因为TVA所制定的神圣时间线 是由英国获胜 因此英国会获得胜利 以上的这一大堆步骤 就是和平时代时会进的阶段 接下来看到战争阶段 翻开当前战争面板上 每个区域的战争板块 之后双方将翻开的这些战争板块 每一区各自加总为各自的基础战力 由最接近胜利条件的玩家开始 若平手则由起始玩家开始 轮流执行当前战区的战争板块效果 战争板块效果有以下几个 债务将对手的债务加一点 损毁的舰队将当前战区的一艘舰队 退还给军港 损坏的堡垒将损坏堡垒标记 放在当前战区的一个堡垒上面 移除旗帜 选择一个未有动乱标记的敌对市场 或者是政治栏位进行侧棋 若选市场栏位 则必须优先选择不会造成封锁的 封锁我们后面会讲到 战争板块都结算完之后 加总当前战区的加成战力 每控制一个加成列表所列的条件 则加一战力 项目可能会有以下几个 每控制一个国家的同盟栏位 则加一战力 部长卡若对应的关键字 则加一个战力 若加成表上包含有动乱标记 每一个自己的动乱标记 会给对手加一个战力 若战区有指定舰队部署区域 则该区每个舰队和帮里加一个战力 未损坏的堡垒控制者加一个战力 这些可以透过栏位边框的黑点 来确认是否有在这个战役上加成 以上都加总完之后 就会确认胜利方 4个区域会逐区结算胜利 胜利者根据战力的集聚拿取奖励 若有拿到增幅点数 这些增幅点数必须立刻花掉 可以花在几乎所有的地方 但是这一点必须在当前的战区内 或者是下方有附属的额外领土内 增幅点数花用的方式如下 抑制一个堡垒或市场 需要支付一个增幅点 抑制海军栏位也是支付一个增幅点 但海军栏位会有额外的限制 首先是该军港或该区 要有其他你的海军栏位 你才能将自己的舰队放到目标格 可从军港拿取 或是其他海军栏位放到这一格 一艘军舰一轮仅能夺取一个海军栏位 被夺取方的军舰会回到军港 不会消失 抑制领土也会有额外的限制 支付点数为该领土格上显示的数字 而且玩家必须要控制 其领土虚线上连到某个点 代表会从那个点来进行进攻 若该领土没有任何虚线 则没有这个限制 征服领土时 对手是可以拒绝领土割让的 每场战争双方都有两次 拒绝领土被征服的机会 若对方提出拒绝 则第一次或第二次获得3点或5点的胜利点 拒绝后 征服点数依然会被消耗 且同场战役不可以再对该点进行一次征服 确认胜利完之后 来看一下特殊奖励的部分 依照战争版图拿取战胜奖励 某些区域会因为不同胜利者而有不同奖励 四区都结算完之后 就会开始部署下一次的战争 但是我们会先看一下是否有人直接胜利 若这次的战争每一区同个国家都以最大的急剧获得胜利 也就是最下面这一列的话 则该国会直接获得胜利 若没有人直接获得胜利 则进入重制阶段 将版图上所有的基础战争板块 各自收回玩家的面板 胜机板块 也就是背面有WSS的全部放回去重洗 将有用于加成的动乱标记移除 最后进入部署阶段 若还有下一场战争 则要做下面几件事情 拿出下一场战争要用的战争面板 每个区域中抽取一个基础战争板块 面朝下放置 放置后依然可以查看自己 放置的板块的能力与数值 以上是战争阶段的所有的流程 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 和平时代行动阶段 也就是拿取这种投资板块 到底能做哪些事情吧 经济行动也就是原型的这个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花费地图上 圆形上的数值 可以将对手圆形位置的一个旗帜拿走 或者是在一个圆形的位置 放置自己的旗帜 外交行动 零行的 有两种事情可以做 花费零行上的数值 将对手零行位置上的一个旗帜拿走 或者是在一个零行的位置上 放置自己的旗帜 花费三点 抽取一张事件牌到手上 第三种是军事行动 六角形的 可以用来购买军事板块 一次行动最多仅能购买两次 每次都要花费两点 抽一片加成军事板块 看过之后面朝下 放到这次战争要用的一个点上 一个点至多仅能有两片的军事加成板块 若放到第三个 可于放置前将其中一个加成板块 移动到其他战区 若每个区域都已经有两片加成板块 则不可以再选此行动 第二个是可以移除动乱标记 每花两点军事点数 可以移除一个自己地点的动乱标记 第三个是建造堡垒 前提是该堡垒附近要有自己的旗帜 才能对该堡垒进行建造 花费六角形上的数值 让一个空的六角位置放置自己的旗帜 注意堡垒不能直接拔敌人的旗帜哦 修复堡垒 若某个堡垒不论是谁的 上面如果有损坏符号 可以对这个堡垒进行修复 前提一样是该堡垒附近要有自己的旗帜 才能对该堡垒进行修复 修复自己的 需要花费的数值为六角形数值-1 修复敌人的则需要花费六角形数值-1 而修复完毕之后会顺便抑制 第五个行动是建造舰队 花费4点 将一个自己的军舰放在军港 最后一个是部署舰队 可以从军港派遣军舰到空的六角栏位 这个动作需要花一点 而这些六角栏位下面也要有这种传毛的符号 代表它是一个港口 从军港派军舰到对方的六角形的栏位要花费3点 对方的军舰会退回军港 从地图派军舰到对方的六角形栏位需要花2点 对方的军舰一样退回军港 记得同一个行动同一个舰队只能被部署一次 另外若已经没有战争 也就是第六轮的时候 可以将每两点军事点数换成经济或外交点数 以上是玩家能做的9个行动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投资板块要怎么看 上方是主要行动 主要行动能够拆开来给多个动作使用 但如果所拆开来行动有跨区的话 则使用费用会加一点 下方是次要行动 次要行动与主要行动其实一样 唯一的差别是次要行动不能拆开来使用 只能用于一件事 实字符号代表可以打出一张事件牌 若玩家选择打出事件牌 则必须在执行动作前打出事件牌 打错事件牌也要符合玩家现在的时期 而且事件牌左上角有符号代表此 投资板块的主要行动 要有对应的符号才能打出这张事件牌 这个符号不会消耗掉 所打出来事件牌 英国必须执行上半步 法国则必须执行下半步 事件牌上可能有奖励条件 玩家如果有达到条件的话 可多执行对应国家的奖励行动 使用过后的事件牌都会直接移除游戏 回收符号可以改变战争面板上的军力部署 随机抽取一片自己的基础战争板块 查看之后可以随意置换一个 这次战争上自己的基础战争板块 被取代的可以放回自己面板 或直接移除游戏 若已无战争 则该符号改为获得一点条约点数 也就是万用点数 记得若点数不够用 都可以立刻举债或花费条约点数 来增加行动点数 另外投资板块可以拿的不做事 这样做可以减少两点债务点数 且除了事件牌需要先打以外 其余的动作可以以任意顺序执行 最后看到一个其他名词的解说 费用增减 若有多个效果可以执行 则游戏采用先减免再增加的方式 任何减免行动对栏位最多几人减免到1 即不会让玩家免费执行 但其他状况可以减免到0 例如建造军舰是可以降到0费的 自己某个点附近有自己的舰队或是堡垒 用一条线连到的话 则该点视为被保护 而被保护的点要移除动乱标记时 仅需花一点军事点数 当一个玩家的市场区域附近 没有跟自己任何旗帜相连时 该市场视为被封锁 下面是动乱标记 放置该标记的地区代表着正在动乱 下列的事情将会受阻或者是不计数 市场连结获得特权 满足世界需求或触发卡牌效果 同盟战力加成终取计分时 这些都不会将动乱标记计数 同时动乱标记也会让该蓝的费用降成1 对手会更容易夺走控制权 动乱指示物也可能用于战争时期 帮对手加成战力 动乱标记若翻到加1这一面 代表着移除该动乱标记 还要额外多花一点军事点数 对手夺走该点控制权之后 动乱标记也会跟着消失 敌对被对手占领的点就是被视为敌对 平手一般状况下游戏平手时 双方都不会获得东西也不会有任何东西改变 以上是百年对峙的所有规则与行动的解说 下面看到几个游戏的变体 游戏另外提供三个变体 第一个是西班牙帝国 色字使黄色地点放置西班牙旗帜 其实就是稍微阻挠玩家的步调 满推荐一开始就直接上这个变体 另外两个变体是军事计划与强化堡垒两个变体 但因为核心规则没有太多改变 碍于篇幅这边就不介绍了 下面马上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 百年对峙是一款参考了许多历史的游戏 而说明书和卡片上都可以看到很多历史人物与事件 游戏整体有很多的规则细节 例如起始设置等等 都介绍了一些历史事件来设定 虽然很多阶段都只是跑流程 只有玩家选择投资板块时需要思考 但因为这是模拟真实状况的游戏 因此要顾绝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 让游戏的策略度大幅的提升 若喜欢历史或很喜欢烧脑斗智的玩家 百年对峙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帮忙按订阅喜欢和留言 每个礼拜二晚上 给肥龙一和桌游频道都会有新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